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主要跟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有一個人叫做黃婆婆 是反中示威的常客 經常拿著米國旗 英國的米旗 他自己是一個無業的人士 他全職做遊行示威活動 反中亂港 他有一些要求很搞笑 稍後會跟大家說一說 他希望終身監禁 為甚麼呢 稍後會跟大家說一說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元朗區有一個區議員 叫做何惠斌 這個何惠斌很搞笑 解決問題不是用區議員身份和權力去解決 他用刀和武力去解決 這件事是不是梁瓜傑所說的 有時暴力都可以解決問題 最終是怎樣 最終第一件事解決不了問題 第二件事惹上官非 相信他都應該要坐牢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 稍後會跟大家去笑一笑他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如果想贊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一個人 這個人就叫做黃婆婆 他就是一個示威的常客 全名他叫黃鳳瑤 前年一月份在高等法院門外面 接受一個叫做保安檢查的時候 他就不聽話了 用肩膀撞一個女兒的保安員的心口 違反了一些香港法例的普通襲擊罪 他亦是否認這個控罪 在東區裁判法院受審 在昨天的時間被裁定 罪名成立 而他需要被判即時監禁一個月 裁判官就說 這件事件發生在法院進行安檢範圍 法庭有責任需要保護在法庭工作的人士 和前線執勤職務的保安員 判監是無所不能避免的 無可避免的 黃鳳瑤其實是65歲 不是有些人所說60歲 這件事是錯的 完全不是65歲 他被控於在2019年1月22日 在金鐘高等法院地下 大堂裡襲擊一名的女子 那個女子是一個女的保安員 被告在昨天的時間裁決之前 呈上一些補充層次 並且詢問裁判官處理這件案件時 有沒有受到壓力 裁判官回應表示沒有 說真的 你又不是什麼政治人物 你又不是什麼洪水猛獸 你只不過是一個丫婆 還要是一個無業丫婆 還要是一個不務正業的阿婆 不務正業的阿婆 為何要怕你呢 她是官來的 什麼人 要怕什麼人不要怕 我想所有人都不需要怕 是官來的 大佬 法官 他在被裁定有罪後 被告到不求情 但要求家刑 很搞笑 問你 黃婆婆 這些傢伙 你有沒有什麼想說 你有沒有需要求情 給你一個時間 她說不求情 她想加一加 為甚麼 她說她自己是被人誣蔑的 當然不是 有很多事情 有CCTV各方面的事情 都可以拍到 並且我們的裁判官 我們的法官很多時候 現在好了很多了 之前可能受到內部勢力 和外國的壓力 所以影響 有時判案是一般的 但這次我相信現在判案 應該會正常一點 她說 她因為被人誣蔑 所以要求法庭盡量判最重 最好終身監禁吧 為甚麼會說這些說話 是否晦氣說話 原來不是 原來被告黃婆婆 自己說 她現在 是靠她的積蓄過活的 她的積蓄是多少 不知道 可能不多 可能很多 都不知道她收了多少錢 她以前其實是在內地深圳生活的 大家知道深圳生活的話 其實租金都會比香港便宜一點 不可以說很便宜 只不過你同一樣價錢 你去深圳租的時候 你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有大很多的選擇 生活指數是 貴貴買 便宜便宜吃 是一樣的 生活指數 怎樣都會比我們香港 可以高很多 但問題是 同一時間可以低很多 她回到香港 我相信她未必可以再過內地 她回到香港要住要吃 又要靠她積蓄過戶等等 基本上都是比較 結局一點點 好像是結局一點點 她在報她自己的職業時自揭 她的職業是抗爭人士 即是全職上街遊行示威的人 搞事的分子 她認為自己是搞事的分子 她在判刑之後 在犯人欄裡叫 警方和律政司無理 無理你又叫人家加你監 我不明白 你不是很想坐的嗎 那你又說無理 最無理的是你 OK 行不行 接著就說 立床判官在判券的時候就說 他接納事主和他的同事的一些政綱 就指他們的政綱 直接了當 態度誠懇 互相支持和合情合理 所以他們也是一些誠實而可靠的證人 裁判官並且裁定被告有意圖地 對事主使用武力 亦必然知道事主不會同意他的行為 案件裏沒有證據顯示 被告可能出於智慧或有合理辯解 所以裁定他的罪名成立 依例就判署一個月的監禁 亦都不是很好的 第一件事不是很大罪 第二件事 身體傷害不是十分之大 第三件事 基本上這麼大年紀 都不會判得太多 但王婆婆為何要要求終身監禁 第一件事 原來她沒什麼錢 如果真的判過終身監禁的話 她真的在監禁裡不用付錢 有飯吃 是不是 又有水喝 是不是 又有衣服穿 又有床睡 還有人幫你檢查身體 有時間去玩 可以放風 又可以看書 收音機 什麼都可以 又有事做 你就不會悶了 所以在監禁裡的生活 可能是她夢寐以求也不頂了 如果是的話 不如不要讓她搞事 林章她判久一點 如她所願 反正她自己也想 這些真的是傻人 不是開玩笑 傻人 還有這些肯定一些不是很正常 和不是很努力的人 我不相信 當然她很努力 我不相信香港會餓得死人 但同一時間 可能她抗爭的職業 收很多錢 她很努力也不頂 真是有機會 講完一個傻人之後 我想說第二個傻人 這個傻人就是元朗區議員何惠斌 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就是因為在2020年3月的時候 在Facebook的Fanpage 專頁撿發文 就到區內最遇到的問題 就是做一個訴場行動 還上載了一張刀的相片 在昨天的時間 被香港警方以涉嫌 企圖刑事恐嚇拘捕 她手後可以保釋 這件案件會在下星期四22日 在屯門的裁判法院提堂 另外 同一時間 何惠斌在Facebook的Fanpage 同一日 即是昨天的下午已經宣布辭職 即是上午被人拘捕 下午就要辭職 我相信她是見自己 應該是走不了 所以就不如遲了她算數 什麼事呢 就是元朗區的警區在3月22日 接獲一個市民的立民投訴 就說有一個人士在社交平台發表 一個令人擔心的內容 內容是說發佈者接獲居民的投訴 有人在公共屋邨聚集和賭博 聲稱會在3月23日進行一個掃蕩行動 並且她說棍 棒 刀 腳 再上傳一張開封刀具的圖片 她說棍棒 刀 腳 她的意思是說我全部都有 我會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 自己的什麼方式呢 相信如果按照梁家傑所說 這個方式就叫做暴力 用暴力去解決問題 大家也知道這句話是梁家傑所說的 有可能是屠毒了一些人 警方經過調查之後 在昨天14日早上的6點55分 就去到6點55分 已經去到姓何的議員何惠斌 她的天水圍的家裡 拿走了她兩部電腦 和一個上傳刀具的疑似那把刀 並且以涉嫌企圖刑事恐嚇 拘捕了她 她稍後保釋了 案件將會提堂 警方亦被很多傳媒記者問她有誘惑 問警方為何你在距離發帖時間 一年半後才可以檢控她 是否這件事涉及到DQ議員行動等等 警方也要交代 案件是簡單 但調查是非常複雜的 這調查是否她發出 還是她的助理 她的目的 是否真有歧視 這件事很長時間 警方亦先後兩次諮詢過律政司的意見 所以這個執行程序 檢控程序在今天這段時間才可以執行 我相信那群黃人不離開的話 可能今天都未執行到都未定 警方那邊表示 只要有人做出一些令正常的香港市民擔心 安全受到威脅的行為 都是考慮正常人的反應 覺得害怕這件事了 所以即使未有行動 但令人害怕這動作 已經可以構成一個企圖恐嚇 然後何惠斌連立場新聞 都找不到她 她說在昨天早上 在昨天下午的時間 何惠斌在Facebook宣布 就說辭職了 不做了 有人就問 這件事關不關DQ區議員事 問的人都有點低致 第一件事當然不關 那關甚麼事呢 一定是關他本身為了犯 如果你不犯法的話 是沒有人拘捕到你 還有她說的事很搞笑 她說 年半之前的事你現在拿來拘捕? 不行嗎? 你十年前偷東西 現在警方都可以拘捕你 為甚麼不行? 不行 為甚麼不行? 所以 不要再問這麼低能的問題 問一些有質素的問題 好嗎? 我可以再跟大家說 她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有人投訴 區內有些罪刀問題 然後她就拿刀刀叉叉 鏈照片 然後就說會解決他們 會掃蕩他們 而同一時間 我在想 說真的 你做這些無聊事 沒有意思 你真的走到街上的時候 我怕阿叔 我怕人 我怕阿伯 我怕阿姐 我怕阿姨 阿姨 阿嬸 你在阻礙他們 第一件事 不知道是否聚到 但公園裏面有很多蘇蘇伯伯 嬸嬸伯伯等等 可能在耍太極 耍劍 亦有機會捉棋 無情情拿起刀刀叉叉 或是棍棒刀具等 全部走到樓下的時間 我相信人家會當作怪物 這樣辦 你要勸別人回復 社區的安寧不是這樣做的 第一件事 你先報警 讓警察解決這件事 第二件事 你可以報警後 你走過去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 不要那麼大聲 或是不要怎樣怎樣 或是你不要犯法 你可以好言相向 但很明顯是沒有 他不敢跟居民接觸 那就沒有辦法 算數 另外我有一個很搞笑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你發現到人家違法的話 正常人家會怎樣做 報警 沒錯 999 但是他怎樣做 拿刀出來 刀刀 丟上去 嚇一嚇你 即是他也不是有心解決問題 第二件事 你應該要報警 收到居民的求助 報警解決就算了 你們這些泛暴派不是很輕 將東西交給別人嗎 紫維BB交給我們的友黨 你又可以交給我們的警察同事 警察同事也會招呼你 所以他其實想做些甚麼 很大機會 其實他只是想威 因為這些年輕人 第一件事 他們沒有經驗 他們沒有人生力 做些甚麼都好 想要拿威 那要拿威 那要出眾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擺一把刀出來 然後說 我會借下你們 幸好他在這些時間被人拘捕了 未來子裡也不可以 輕易圍禍到我們的人間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藝 紳士 樂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我們晚一點 大約十二點半鐘直播見 拜拜